其实我觉得艺术没有定义 我也试图做一些无法被明确定义的创作 但是如果你说艺术有没有一个普遍的印记 我认为它是在于我们如何把彼此之间的灵魂连在一起 传达当下我们正在发生的事情 以及我们如何透过我们正在发生的事情 连结以往连结未来连结彼此内心更深处的某些事物 我以前有一个系列叫做草莓族 那个时候是很多媒体在称呼台湾的80后的年轻人 然后称他们为草莓族 那我就以这个名字为发展了一系列我周遭的朋友 当然很多人会把它截读成说 我是要对抗这个被称为草莓族的称呼啦 但是其实不是 作为台湾生存的人 其实从我们的长辈开始 从我们的爷爷 从我们的奶奶 从我们的父母开始 就一直面临到一种无形的 然后你无法语言化的某种焦虑感 某种压力 在我们的新闻 在我们的课本 在我们的心态 在我们的内心 以及我们如何选择 我想谈的是说我们到底是什么 我们到底如何 让大家知道我们是什么 我们长什么样子 所以我有一个最初的想法 就是如果我们都无法 明白我们究竟是长什么样子的时候 我就把我们现在的样子画下来吧 白面者这个系列中 是往更深入的去做 我已经把以前这些草莓族年轻的这种衣服 很华丽的衣服 然后那种夜店五光时射般的光线 那种蓝光、红光、黄光都拿掉了 我只剩一个白色的画面 但这个白色我并不是用黑白去画我的画画面 而是一个彩色的空间 可是颜色是不存在的 一直到我现在在做的叙利亚的孩子 以及历史人物 其实虽然我的视野已经不是光在台湾了 但是它依然有一个根 这个根就是连着从草莓族开始一路走的脉络 一直走过来的 我认为一个艺术家风格是 可以控制的跟不可以控制的综合起来的结果 我的风格就是这一连串的故事 累积起来的 每一个阶段的故事 每一个阶段的留给我的体悟 都会成为我下一个阶段创作的养分 然后它慢慢的叠 慢慢的叠 它就像地质烟尘一样 一层一层一层这样叠上来 我希望大家不要选择快速的 容易的 看得见的道路 因为我们永远都是在一片混沌中前进 你才能够开创自己的命运 我们要把自己的命运活成自己的形状 自己的颜色 我的名字是罗展鹏 我的工作是一位艺术家